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讲呢,我们把这一道设计题算到哪一步 算到得出了端面重合度和轴面重合度 然后我们去查图8.15 去查图8.15 图8.15呢,仍然在136页 我们来查重合度系数 8.15,去查重合度系数ZEPS 查重合度系数ZEPS 这里边我们算出了,我看横坐标是EPS A,横坐标是EPS A,然后也是有不同条 不同条曲线,代表的是EPS BET,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这里边EPS BET等于1.56 那么我们去查这些条曲线 看有一条EPS BET是大于1的下面这条曲线 然后对应于横坐标EPS A是1.66 我们让它交上去取一个交点 算出来ZEPS等于0.775 我们再查图8.24 来查螺旋角系数ZBET 查图8.24 图8.24在哪里呢? 在142页 8.24只有一张图 我们对应的分度员 我们对应的分度员螺旋角BET 我们取的是12度 往上去 然后在BET取0.99 然后取用接触应力 由是8.26 SIGMAH方括号等于ZN SIGMAHLIMIT 除以一个SH 然后呢 从图8.28E和A 得到接触疲劳极限 SIGMAHLIMIT1和SIGMAHLIMIT2 我们看图8.28 图8.28在146页 图8.28的E 看图8.28的E 代表的是什么呢? 碳钢调制 我们45号钢是碳钢 那么碳钢调制 我们对应于硬度 我们的硬度是217到255 那对应的一个纵度标是 SIGMAHLIMIT 那么我们求出来 SIGMAHLIMIT1等于570M 关于8.28的图 A代表的是什么呢? 碳钢正火 我们大齿轮呢 是采用45号钢正火 45号钢是碳钢正火 对应于硬度 横坐标是硬度 然后纵坐标是SIGMAHLIMIT 我们分别查出来 SIGMAHLIMIT1等于570 SIGMAHLIMIT2等于390 然后在这个公式 8.26这个公式当中 还有ZN ZN是应力循环次数 查得的 根据应力循环次数 查得的寿命系数 我们看N1等于多少呢? 60N1ALH 这里边啊 这里边呢 这个是1440转 A呢我们取1.0 取1.0 我们看啊 看8.26这个公式在哪里 8.26的公式在146页 在146页A代表齿轮转一周同一侧齿轮捏合的次数 那我们取这里取1 齿轮轮转一周同一侧齿面捏合的次数 那每天工作呢 是按照8个小时计算 两班 所以乘以一个2 250天 250天 然后5年 这里 60在这儿 N1呢 1440转 然后呢 转一周 齿面捏合次数是1.0 然后 A 是1.0 H呢 是 每天工作 两班制 一个班8小时 两班 250天 乘以5年 应力循环次数 是这么多 那N2呢 是N1 除以一个I1 等于这么多 根据应力循环次数 我们查图8.29 查图8.29 在147页 根据应力循环次数 查得寿命系数 ZN1 等于1.0 ZN2呢 等于1.06 这里我们允许局部点时 再从表8.7 取安全系数 表8.7 在147页 我们取安全系数 是1.0 1.0 要求失效概率 1% SRH呢 取大于 等于1.0 如果失效概率 是10%的话呢 是大于 等于0.85 小于1.0 而失效概率呢 是0.1 0.1%的话呢 是大于等于1.25 这里我们允许局部点时 所以我们取安全系数 是1.0 算出来 取用应力 对于大小指纹来讲 取用应力的值 算出来 所以我们取 两者之中 比较小的 就是在讲 公式的时候啊 在讲这个公式得来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那我们在两个材料的 取用应力当中 取一个最小值 是考虑 最安全的情况 所以我们初算 小齿轮1的分度原直径 第一 公式中的这些个参数 我们都算出来了 都取出来了 我们就要来算 这个小齿轮的分度原直径了 小齿轮的分度原直径呢 是38.17 算出来 第三步 确定传动尺寸 然后计算载和系数 从表8.3我们查得呀 使用系数 Ka等于1.0 表8.3 表8.3在多少页呢 我们来看 在130页 在130页 这个根据原动机工作特性 还有工作机特性来分 那如果原动机均匀平稳 工作机也均匀平稳 我们就取1.0 这里我们就取了1.0 那么我们查 因为速度啊 它 我们算出来 π第一 N1 π第一TN1 这第一我们刚算出来 算出一个速度 是2.88 这样我们从图8.7 从图8.7 去查动载和系数 图8.7 在131页 横坐标对应的是速度值 我们的速度值是2.88 速度值是2.88 那么我们去查 我们去查8.7 去查8.7 对应于8级精度 这里边给出了你 6级 7级 8级 9级 10级 到12级 对应于8级精度 我们去查 动载和系数 kv等1.16 再图 从图8.11 查得 齿向载和分布系数 kv等 我们去看 图8.11 在132页 132页 这里面横坐标 是齿宽系数 送坐标呢 是齿向载和分布系数 根据齿轮相对于轴程 是否对称布值 然后非对称布值 刚性很大 非对称布值 刚性小 还有悬臂布值 我们是用的 对称布值 用的对称布值 然后再查 表8.4 133页 我们查的是 齿间载和分布系数 kα 齿间载和分布系数 这里面有直齿轮和斜齿轮 因为我们是斜齿轮 而且未经表面硬化 精度等级呢 是8级 我们查出来 我们查出来 kα等于1.2 所以载和系数呢 等于ka乘以kv乘以kb的乘以kα 工作情况系数 动载和系数 齿向载和分布系数 还有齿间载和分布系数 成绩是1.55 所以对第一梯进行修正 因为k和kt有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kt在刚开始的时候 取的是1.1 这里算出来k等于1.55 所以对kt值 我们需对按kt值算出来 第一梯进行修正 修正之后呢 第一梯等于39.49 然后我们算确定魔术了 我们该确定齿轮的魔术了 魔术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一乘以kθ除以z1 第一乘以kθ除以z1 我们带进去算出来魔术是1.84 但是因为魔术已经标准化和系列化了 所以按照表8.1来取 网练魔术的标准值是2.0 我们要往上靠 靠一个标准魔术值2.0 这样我们计算传动尺寸中心区 A等于2乘以kθ的分支 mnz1加上z2 带进去中心区是132.9 通常啊 我们都要把中心区进行圆整 通常对于斜齿轮传动 我们要把中心区进行圆整 把中心区进行圆整 圆整之后啊 或者是变成整数的中心区 或者是呢 中心区的尾数靠5靠0 中心区的尾数是5或者是0 那么中心区啊 可以往大选 也可以往小选 就是这132.9 我可以取中心区是130 当然我也可以取135 不一定中心区一定往大靠 像魔术一样 中心区只要是和你算出来的值 比较接近的都可以 这里呢 我们圆整中心区是135 中心区圆整之后呢 螺旋角势必要改变 所以我们要算一下 当中心区改变之后 螺旋角变成多少了 那么螺旋角呢 等于R口三 2A分之MN Z1加上个Z2 那当中心区变成 往大算算成135的时候 算出来 β是15.62度 比我们初选的12度要大一些 比我们初选的12度要大一些 因为β值啊 与初选值相差较大 所以和β值相关的数值需要修正 修正后的结果是 1A等于1.63 1A等于2.0 Z1等于0.79 Zβ等于0.94 第一T等于38.5 第一等于39.83 那么显然啊 β的值修正后 第一的计算值变化很小 第一的值变化很小 所以不再修正MN和A了 所以取第一 等于MN 乘以Z1 除以个口算倍 它等于43.615 因为这个第一啊 是大于39.83的 所以它是合适的 那么不能小于39.83 第二226.385 这里边B2呢 也就是大齿轮的齿宽 大齿轮的齿宽 当于一个齿宽系数 乘一个小齿轮的分度原直径 齿宽系数取1.1 小齿轮的分度原直径 等于47.977 所以这里边圆整B2等于48 B1呢 是小齿轮的齿宽 比大齿轮宽5 到10 所以这里取55 有朋友说我取52 行不行 取52也可以 第四步 较合齿跟弯曲疲劳强度 从第四步之前呢 是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对于这个B式 软齿面齿轮进行的设计 那么我们设计的合不合适呢 你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进行设计 它能否满足齿跟弯曲疲劳强度的要求呢 好 那我们就来教会一下 看看它能否满足齿跟弯曲疲劳强度的要求 齿跟弯曲疲劳强度的交合公式 是σF等于两倍的KT1 除一个Bmd1 再乘以这一系列的系数 让它小于等于一个许用的接触疲劳 许用接触 许用弯曲疲劳强度 公式当中也是用这个公式来进行教合 那么公式中各个参数的值是不是已知呢 不已知的话 我们就要求出来 看看 这里边KTMND的值在前边已经求出来了 持宽呢 取B等于B2 等于48 我们都是考虑最坏的情况嘛 取比较大的值 取一个48 然后齿形系数YF和英力修正系数YS YF和YS并不知道 那么对于斜齿轮呢 我们要用到当量尺数 用到当量尺数 来求齿轮1的当量尺数 Z1除以口三立方Bt 齿轮2的当量尺数 Z2除以口三立方Bt 这里边用到的Bt 都是我们后面修正后的Bt值 而不是你初选的那个12度 是我们经过中心句改变之后 修正了的螺旋角 就是15度38分32秒 然后求出来当量尺数的数值 求出来当量尺数的数值 这样我们来查图8.19 来查图8.19 图8.19啊 在139页 139页 横坐标呢 是Z或者是ZV 因为是斜齿轮 所以这里我们用ZV 用ZV 也是在图中 有很多条斜线 或者是曲线 有很多斜线或者是曲线 因为我们没有变位 我们就取X等于0 这条线 取X等于0 这条线在中间部位 X等于0 这不一系列的数值吗 X等于多少多少 这里我们取X等于0 没有变位 然后呢 我们来查得 YF1等于2.68 YF2因为大小齿轮的 当量尺数不一样 所以算出来的YF也不一样 那么YF2等于2.22 我们再查图8.20 也是139页 下边YS 是跟应力修正系数YS 横坐标也是 是当量尺数 我们仍然查对应于X等于0的这条曲线 然后查得两个值 查得两个值YS1和YS2 再从图8.21 8.21 8.21 140页 140页 我们去查重合度系数 和螺旋角系数 从图8.26 去查螺旋角系数 8.26 在143页 在143页 对应于β值 对应于β值 然后我们查出来 Y1P融和Yβ 然后第六步 使用弯曲应力 可以用公式8.29 习个码F 等于YN 习个码F 除以一个SF算得 那从图8.28F和B 来查得弯曲疲劳极限应力 再看图8.28F 8.28F 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里边有核心钢调制 碳钢调制 这是45号钢调制 小齿轮 那么横坐标是硬度值 纵坐标就是SF 我们查出来 SF 1等于220M 再来看B B呢 是对应于碳钢正火的SF 对于大齿轮呢 是45号钢正火 我们求出来 这样对应于英力循环次数 我们查出 YN1和YN2 都等于1.0 再从表8.7 查得安全系数 表8.7在147页 安全系数都取 1.25 安全系数取 1.25 按1% 时效概率来算 是1.25 这样我们算出来 对应于大小齿轮材料的取用弯曲疲劳强度 分别是176M帕和136M帕 所以我们分别验算一下 对于大小齿轮 我们分别验算一下 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SF1等于RKTBMN1D1 YF1YSEYββ 带进去等于47.2 是小于176M帕的 那小齿轮齿跟弯曲疲劳强度 是很合适的 再看大齿轮 我们再把相应的大齿轮的数 有关大齿轮的参数 带入到弯曲疲劳强度的教合公式当中 算出来 习根码F2是44.8M帕 也是大大的小于136M帕的 大大的小于取用的 习根码F2是136M帕的 所以满足齿根弯曲疲劳强度的要求 至于齿轮传动的其他几何尺寸的计算 我们这里就忽略不再计算了 结构设计并绘制齿轮零件工作图 我们也略去了 不过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齿轮材料维斯令落 也就是采用了合金钢 采用中硬齿面 也就是小齿轮调制处理 齿面硬度你看高了 306到332HBS 大齿轮也调制处理 齿面硬度呢 是283到314HBS 其他条件相同 那么传动中心距啊 就可以减小为100 这是高速级齿轮传动 那还有低速级呢 低速级怎么设计啊 来看 低速级直尺圆柱齿轮传动设计 第一个仍然是 显得齿轮材料的处理方式和精度等级 这个呢 我们按照第一步啊 按照第一个高速级设计的是一样的 然后初步计算主要尺寸 按照也是按照齿面 接受培劳强度进行设计 从公式直尺圆柱齿轮设计的 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进行设计的公式 啊 这是直尺圆柱齿轮的设计公式 直面接触疲劳强度的 公式中各个参数 小齿轮三传递的转据T3 这T3是多少呢 有有关手册可以查得 齿轮传动效率是0.98 滚动轴承效率是0.98 所以小齿轮三传递的转据呢 是T1乘以一个I1 经过了一次减速 再乘以一个齿轮的效率和轴承的效率 我们可以看运动简图 我们看运动简图 现在要求齿轮三啊 要对齿轮三和四进行设计 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一次转速 一次减速 把转动笔乘进去 那么这里有一个齿轮 一个轴承 所以再乘以一个齿轮 一对齿轮传动的效率 一对齿轮传动的效率 再有一个轴承 然后就变成了齿轮三 来看 传递的转据 齿轮三传递的转据 T1乘以一个I1乘以I的齿轮 I的轴承 使T1传递的转据是这么多 然后初取载和系数KT等于1.3 我们仍然是这时候啊 不知道齿轮三的转速 然后从表8.6取齿宽 系数FID等于1.0 直齿轮取齿宽 系数FID等于1.0 直齿轮齿宽 系数啊 要比斜齿轮要小一些 然后从表8.5 查的弹性系数ZE 仍然是一对刚制齿轮 刚制齿轮ZE的值啊 就是189.8 根号下的很胖 从图8.14 查的节点 其余系数Z是等于2.5 因为是直齿轮 边位系数也是0 所以最爱是等于2.5 齿数比U呢 等于I2 等于3.7 题目中已知的 齿数比 初选Z3等于24 直齿轮 对于直齿轮呢 B是软层间传动 我们希望 Z3呢 稍微大一些 算出来 Z4等于88.8 取Z4等于89 这样我们得 重合度系数 得重合度系数 得重合度 等于1.71 这样从8.15 图8.15 查出来 重合度系数 Z1比中等于0.876 因为是直齿轮嘛 我们只有一个 端面重合度 没有 轴面重合度 按照 取用接触应率 习格玛H 按照8.26 算出 算得 由1可以知 习格玛H Limit等于570 习格玛H Limit4 是一个3 一个4 是390 因为我们选择材料 都和 和1是一样的 和1是一样的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 N3等于N2 所以 ZN3等于ZN2 等于1.06 允许有 局部点10 那么N4呢 等于I3分之 N3等于9.03 乘以10的7次方 从表8.29 查得ZN4 等于1.15 就是也是 人数有局部点10 这样我们算出来 两个许用的 接触应率 一个是604 一个是448.5 我们取 两者当中 比较小的 448.5 M帕 然后我们计算 小指轮的 分度原值 就是第三T 第三T 带进去是 70.033 确定传动尺寸 计算载和 系数K 由表8.3 插得 使用系数 KA等于1.0 齿轮线速度 V等于π D3T N3等于1.02 这样呢 根据V 去查表8.7 插得 动载系数 1.09 然后从表8.11 插得 齿向 载和 分布系数 K 等于1.09 再从表8.4 插得 齿间载和 分布系数 K α等于1.1 所以 求出来 载和 系数 是1.31 那么我们初选 KT 那是1.3 这里算出来 是1.31 所以K 约等于KT 所以我们取第三 约等于第三T 等于70.033 下一步 确定模数 对于直层来讲 模数 就等于分队原直径 除一个 尺数 2.91 那么2.91 我们去查 标准的 模数系列 往上靠 和2.91 最为接近的 标准模数 是3 我们就取 模数等于3 然后计算 传动尺寸 中心距 A等169.5 对于直层 原重尺轮传动 原整中心距 的方法 有两种 也就是采用 辨密尺轮 和改变 模数 以及尺数的搭配 如果当尺数 变化后 传动也会有变化 就是尺数变化之后 传动也会有变化 但是如果对于 传动笔 准确性要求 不高的机械 也就是传动笔的 变化范围 在小于等于 5%的情况下 是允许的 那么我们第一种情况 对齿轮酸 采用正变位 原整 中心距 A比 等于170 那么变位系 是我们书中 给出 X 等于3分之 170 减去 169.5 这3是模数 中心距的变化 也就是 X乘以M 这个变位量 等于中心距的变化量 X 是变位系数 M是3 中心距的变化量 是170 减去 169.5 变位系数 等于0.167 这样 第三就等于 Z3加上两倍的X 乘以M 等于73 第三等于73 它是大于70.033 是合适的 第四呢 就等于MZ4 等于3乘以89 等于267 这样B等于5D 乘以的第三等于73 我们取B4 等于75 B3等于80 这是第一种 改变 通过变位 来实现 原整中心距 这样的目的 如果不变位 我们改变 魔术和尺数的搭配 来原整中心距 那我们取Z3 等于24 Z4等于90 原来Z4是89 那这里如果 我取Z4是90呢 M还取3 算出来中心距是 171 171 中心距的变动范围 雷是 传动比的变动范围 是多少呢 那么I等于90 比上24 起数比是3.75 原来的起数比是3.7 它变化范围是多少呢 3.7 减去3.75 除以3.7 等于1.35 它是小于50 允许的 如果中心距要求 按0或者是5 结尾来原整 我们可以取Z3 等于25 Z4等于95 这样算出来呢 中心距是180 而传动比的变动范围 是2.7 仍然小于5 这个是允许的 对于直尺圆柱齿轮 传动啊 它和斜尺圆柱齿轮 传动不一样 斜尺圆柱齿轮 传动 我们中心距如果要求 用5或者0结尾的 数字来表示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螺旋角来实现 原整重心距的目的 但是对于直尺圆柱 齿轮传动 就稍微麻烦一些 方法有两个 一个呢 你可以采用变位 另一个呢 你就要采用改变 魔术和尺数的搭配 关于尺跟弯曲 疲劳强度的较合呀 我们就不做了 尺轮 其他几个尺寸计算 也忽略了 这是B式软齿面 按照B式软齿面 进行设计的情况 我们的设计准则呢 是按照齿面 接触疲劳强度 进行设计 按齿跟弯曲 疲劳强度 进行较合 B式软齿面 如果是B式硬齿面呢 我们就来看 设计二级 展开式齿轮减速器 就是上面这个图中的 减速器的形式 设计这个减速器中 高速级斜齿 圆柱齿轮传动 现在就让你设计 一个高速级就可以了 已知输入功率 P1 你看它的输入功率 很大呀 44.55kw 小齿轮的转速 1480转 传动比I等于4 由电动机驱动 告诉你工作载荷平稳 工作载荷平稳 这是让你查载荷系数的 每天工作两班 也就是每天8小时 每天工作小时数是2乘以8 每年工作250天 使用期限为10年 这是让你求应力 循环次数的 第一步 让你对这一对 高速级斜齿轮传动 进行设计 第一步 选择齿轮材料 设计方式和精度等级 考虑到这个减速器 所传递的功率比较大 我们前面那个功率 就是3点多 这个呢 是44点多 这个功率比较大 所以小齿轮呢 大小齿轮 我们均选用40落 表面战火 战火呢 是硬齿面了 这是一个 B式硬齿面齿轮传动 那么B式硬齿面呢 它的主要失效形式是什么 是轮齿的折断 所以我们按照齿根 弯曲疲劳强度进行设计 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进行较和 40落表面战火之后 我们从表8点2 查出来 齿面硬度为48到55H2C 查表8点2 对应于合金钢40落 然后表面战火的硬度 这个表中可以直接查出来 精度等级呢 我们选用7级精度 选用7级精度 初步计算齿轮传动的主要尺寸 下面我们初步计算齿轮传动的主要尺寸 因为大小齿轮均用的是硬齿面 齿面抗点时能力比较强 所以初步决定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设计 那么我们的设计公式是MN大于等于根号下开立方R倍的KT1 Y1比方Y倍的口三平方倍的出一个FIDZ1的平方 然后这里边是YF乘一个YS 下面出一个续用的形码F 公式中各个参数 我们先看小齿轮传递的转距T1 等于9.55乘以10的六四方P1出一个N1 我们把P1和N1带进去 算出来小齿轮传递的转距 因为是B式硬齿面齿轮传动 结构比较紧凑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里尽量的把Z1取得小一些 我们取Z1等于17 Z2就等于I乘以一个Z1等于68 这样我们查表8.6 我们看表8.6在哪里 表8.6在144页是尺宽系数 尺宽系数对应于硬齿面 硬齿面 对应于硬齿面 我们查对称分布 对称分布硬齿面0.4到0.9 我们这里取怪弊的0.5 然后还是出现螺旋角12度 出现螺旋角还是去12度 第二由是8.1来求出来 Epsilon A等于1.61 我们再查图8.21 查图8.21 8.21的图在140页 对应于Epsilon A等于1.6 去查总坐标 YEpsilon等于0.72 再由公式8.2 去求 去求 去查那样一条线 然后呢 我们查出来YY Beta等于0.94 这里我们仍然初选KT等于1.3 仍然初选KT等于1.3 然后次行系数YF和应力修正系数YS 我们可以称KT等于人 ZBeta等于KT等于KT等于6.4 然后ZB1我们算出来是18.17 ZB2呢 算出来是72.66 注意当量尺数不要远整 尺数是要远整的 可是当量尺数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用到当量尺数都不要远整 这样我们去查图8.19 查图8.19 在139页横坐标当量尺数 纵坐标呢 我们仍然是不变为齿轮 对应于x等于0 我们去查实行系数YF1 对应于ZV1 那么YF1等于2.89 对应于ZV2等于72.66 YF2等于2.25 再查图8.20 也是139页 对应于ZV1等于18.17 YS1 那我们变为系数仍然是0 查对应于x等于0这条曲线 YS1等于1.52 对应于ZV2等于72.66 我们来查呢 YS2等于1.77 我们再计算许用弯曲应力 许用弯曲应力呢 有199.163.02.7 YS1等于418.54 YS2等于1.57 C2等于1.555 YS2等于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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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2等于1.595 YS2等于1.555 调制钢表面战火 那么我们去查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0落合金钢 我们查它生炭战火 查它生炭战火 然后算出来 安全系数 疲劳极限应力呢 我们取360M帕 然后从表8.7 取安全系数 F等1.25 然后小指轮1和大指轮2的应力循环次数是多少呢 60 N1是1480 A呢还是取1 然后工作小时数是每天两班制 每班8小时就是2乘以8 一年呢250天乘以250天 然后再乘一个10年 是3.553乘以10的九次方 使轮2的应力循环次数呢 是等于N1除以一个I 8.88乘以10的八次方 然后由图8.30 由图8.30 在147月 这是湾区疲劳寿命系数 湾区疲劳寿命系数 这里边有1234 1呢是结构钢 调制钢 灰铸铁 球门铸铁 可断铸铁 2呢是渗泰硬化钢 37体硬化钢 40调制后 液体氮化 所以我们查对应于2这条曲线 然后查出来 YN1等于YN2等于1.0 所以许用弯曲盈利 许用弯曲盈利 习个码F1 我们算出来是288 习个码F2算出来也是288 这样我们算出来 YF1乘以YSE 除以习个码F1 是0.0153 YF2乘以YS2 再除以一个习个码F2 等于0.0138 这样呢 我们取两者中较大的 我们取两者中较大的 0.0153 这在我们在讲设计公式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从最坏的情况考虑 我们取两者中比较大的值 从最坏的情况考虑 取两者中比较大的值 然后初算法面魔术 MNT 初算法面魔术 把这些参数都带进去之后 算出来法面魔术是3.71 第三步计算传动尺寸 然后第一步就是计算载和系数K 从条8.3查得使用系数Ka等1.0 因为题目中给出了工作平稳 然后我们来算 圆周速度V等于多少 带进去是5.0 这样根据圆周速度来查得 动载和系数Ka等1.15 从图8.7 从图8.7 再从图8.11 查得耻向载和分布系数Ka等1.08 从表8.4 查得耻间载和分布系数Ka等于1.2 这样我们求出来这个K值等1.49 等于1.49 因为这个1.49和我们初选的1.3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对求出来的初算反面魔术 应该进行修正 并远准为标准魔术 那我们对它进行修正 修正后是3.88 这样我们查表8.1 把它远整为标准的 向上远整为标准的魔术系列 向上远整为标准的魔术系列 MN等于4和8.88 最稳接近的是4 魔术去4 下面我们计算传动尺寸 中心距A等于量2 乘以口三倍的分子 MN1加上Z2等于173.8 我们把它远整为175 远整为175 远整之后 中心距被远整之后 因为是斜齿轮传动 所以传动角 所以螺旋角发生了改变 螺旋角改变之后 是变成了13.729度 这样改变之后 改变螺旋角之后 我们算得分度原直径 大小齿轮分别是这么多 大小齿轮分别是这么多 齿宽算出来35 那么齿轮2取35 那齿轮1就取40了 这是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进行设计的步骤 以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满足 那么能否满足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我们就教会一下 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齿面接触疲劳强度的 教合公式是这样的 由是8.20得出来 齿面接触疲劳强度的 教合公式 世纪中各个参数 KT1BD1的值和前面是一样的 齿数比是4.0 从表8.5 它的弹性系数 也是钢对钢 189.8 从图8.14 它的节点区系数ZH 然后从图8.15 它的重合度系数 8.24 它的螺旋角系数 然后去用接触应力 从8.26算得 然后从图8.28E 它的接触疲劳极限值 是1200M帕 它的寿命系数 都是1.0 然后安全系数 也取1.0 最后算出来 使用接触疲劳强度 是1200M帕 然后我们就来算 这个σH等于多少 σH把各个数值带入 我们发现 它算出来的数值 是105.9 这1005.9 也是小于1200M帕 也证明了 我们的计算 满足齿面接触 疲劳强度 就是这一张 齿轮传动这一张 我们给大家讲了 很多理论方面的内容 然后大家重点掌握 一个呢是 支持圆珠齿轮 斜持圆珠齿轮 还有圆锥齿轮的受力分析 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强度准则 还有齿轮传动的 主要失效形式 有哪些 五种失效形式 那么在每一种失效形式当中 它的主要发生部位 怎么样避免 大家要掌握 然后对应于不同的情况 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设计计算准则 我们的设计准则 比方说对于币式圆齿面 你的设计准则是什么 那么你就说 币式圆齿面的主要失效形式 是疲劳点时 所以我按照齿面 接触疲劳强度 进行计算 进行设计 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进行较合 如果是币式硬齿面呢 它的主要失效形式呢 是轮齿的折断 所以我们的设计公式呢 是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进行设计 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进行较合 开始齿轮传动 还没有来得及 出现点时 就被磨掉了 那么针对于磨损 还没有我们的设计准则 所以还是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进行设计 然后考虑进磨损的影响 那关于齿轮的设计 大家要掌握 数据分析要掌握 好 这一点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